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,北京时间2019年6月17日22时55分 在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双河镇发生6.0级地震,震源深度16公里 6月18日,记者从四川省地震局召开的长宁6.0级地震新闻通缉会上获悉 此次镇区100公里范围内地表,没有发现大规模区域性活动锻炼 四川省地震预报中心主任杜芳 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,该区域发生更大规模地震的可能性不大 它属于这个法浪地块,我们听到说的法浪地块,也就是说阳子转地态 这个一个区域的,那么它的区域里面的构造呢,是规模不大 规模不大,因为它发生能力无限,也就是说再发生更大规模地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